哈喽,我是老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 立体小蝴蝶装饰挂件 也可以作为发夹或者胸针配饰 采用的是阿富汗针法 既简单又可爱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编织 八个辫子针 接着在倒数第一个锁针上 调背面里扇的一根线 将线引拔勾出 后面继续 调里扇的一根线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重复勾制八次 这样呢勾针上 一共有九个线圈 接着我们在起针的线圈内 再勾一次线 后面开始推针编织 每两根线并一针 一共引拔九次 第二行首先在第一个礼杉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在剩下的每一个礼杉上 各勾一次线 接着在线圈内 再勾一次线 后面两根线并一针 一共重复八次 第三行首先在第一个礼杉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顺序 在每一个礼杉上 各勾一次线 在线圈内再勾一次线 然后两根线并一针 重复七次 第四行同样 在第一个礼杉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按顺序 一共勾六次线 接着两根线并一针 重复六次 第五行我们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引拔针 一共重复勾织六个引拔针 接着后面再编织三个辫子针 然后调理杉的一根线 在每一针上 各勾一次线 起针的线圈内 再勾一次线 后面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四次 第二行同样 按顺序 一共勾四次线 接着两根线并一针 重复四次 第三行我们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引拔针 一共勾织四个引拔针 接着后面再编织三个辫子针 调理杉的一根线 按顺序 一共勾四次线 后面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四次 第二行继续 在每一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勾四次线 然后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四次 第三行按顺序 编织四个引拔针 接着后面再编织 五个辫子针 同样调理杉的一根线 按顺序 一共勾五次线 然后在线圈内 再勾一次线 后面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六次 第二行首先锁一针 接着调理杉的一根线 按顺序 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勾七次线 后面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七次 第三行 第三行首先锁一针 同样调理杉 进行编织 按顺序 一共勾八次线 接着两根线 接着两根线 并一针 然后两根线 定一针 重复九次 第五行 我们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制一个 引八针 一共勾制九个 引八针 接着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后面我们再编织 30个辫子针 作为挂绳的部分 最后呢 在开始的位置 编织一个引八针 接着断线 隐藏线头的部分 这样呢 完成一个蝴蝶贴片 这里呢 我们一共需要勾制 两个纸片 接下来我们将 两个纸片拼接固定 同时在织屋内 装入填充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